非常感谢主办方颁发ESJ绿色发展及碳中和大奖给予中型资源 这一殊荣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 它不仅是对我们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所取得的成就与付出的高度认可 同时也提醒我们要时刻保持创新保持谦逊不断前进 过去一年中型资源在环境、社会和管制三大领域均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践行铝色环保理念方面 我们积极响应香港环保署和香港机电工程署的倡议 签署了2023年西石乐章和节能乐章 并实行了午休关灯的节能措施 此外我们的各子公司也积极开展植树活动 其中位于印尼的油田种植了超过15万棵树 为绿色生态贡献了力量 同时我们还组织了净摊活动 为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为了更好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今年我们首次尝试购买黄金标准和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的碳信用 以抵消部分碳足迹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我们实现减排目标 同时也积极响应了中国内地3060的双碳目标 此外我们的油田还采用了先进技术净化水源 并将其循环用于蒸汽开采 在严防原油泄露事故发生的同时 我们完成了14万吨的油田历史禁油土壤的处理和地表恢复 为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带来了积极影响 未来中信资源将进一步把可持续发展的愿景和理念 融入公司的发展和运营策略中 我们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目标和计划 将紧密跟随母公司中信集团所发布的 碳大峰碳中和行动白皮书保持一致 坚持以低碳减排低环境影响为原则推进业务 继续以乌兰管制生态保护和修复为重点 加大环境治理方面的资源投入 持续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为构建更加绿色可持续的未来 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